做了一些什么不好的事情 所以你的功德性受到了一些 所谓的不好的一个所谓的要反应 那可能就变成是有某几年里面 当当要去承受那些东西 要不然其实我们都差不多了 其实差不多 你看西方人啊 西方人他们的吃的东西 跟东方人吃的东西完全不一样 可是他们还是非常满足的 你看那只有吃一个蛋饼 你晚上晚餐到我这边来吃饭 那你去的话我们台湾去的我不知道 这个叫做晚餐啊 对不对 晚餐我真的有一次我去哥斯达里加那个 他们说请你一起来晚餐 我害我说 我就准备去晚餐大概什么 好聊耶 那拍就拍死 什么没有啊 怎么大家都在喝酒 然后那边有一个小小的火炉 你要什么东西就是烤一烤这样吃一块 然后就喝喝酒 那个叫做晚宴耶 害我回去赶快吃沁丰 这是我第一次去参加那个 他们所谓的宴会啊 还是宴会 他们最快乐的是什么 跳舞 一个男的我看他很热的很热在其中 好像是隔壁一个国家的 那个时候我们邦交国还蛮多 一个跟两个女的手帕拉着 然后跳来跳去跳来跳去 他根本不在意吃好吗 那我们台湾不是 我们台湾很注重口舌 你一定要让我吃得很饱 吃得很饱 所以台湾你看Buffet在全世界里面都不会说那么样兴盛 像Buffet这样的一个行业在台湾中国都是很恐怖的 网路上不是流行一个大陆的他们供应那个虾子 台湾喔 他们来台湾吃的时候 然后那个是自助餐 每个人都是用那个盘子这样 这样搁了 搁一个不够 搁两个就两个三个 后面的人说来换你换你 他也不肯走 他说来盘子再给我货 上面不小心 上面写个说恶鬼来投胎 这有点不好意思 但是台湾不早期的时候不也是无情 我记得印象很深刻 第一个实施这种所谓的Buffet的海报啊 就在那个南京东路市段那个地方 就在大巨蛋那边旁边 现在改成饭店 里面我看到很多人吃到吐啊 真的 为什么吃到吐 嗯 突然间那么多东西啊 掌控不了 自己的欲望里面没有那么多 哇这个不吃好可惜 不吃好可惜 我来带那个淡江的学生去演戏的时候 后来请他们吃饭 我记得在海中天嘛 吃到的时候已经那天多了 该休息 没有 再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吃 哈哈哈哈 我我我那时候也是无言 因为那个时候观念上大家比较 现在我发现普遍来讲大家都很优雅了啦 对不对 该吃什么就吃什么 但是那个寒色的那个不一样 我看那个寒色他因为他越少公量很多人就会 很多人去寒色一克没有超过一千的大概就在南港那个地方 那地方爹也好停车也好定位置 去的时候他一定会供应螃蟹 很多人就一定螃蟹 但是他看你一直在那边的话 他就一直说 哦你螃蟹一个人吃那么多汁 他也会故意说螃蟹现在还没有好 还没有退冰还没有好 但你就跟他点 你说没有给我一只就好 他就会真的会拿一只 要不然我看有的人就一盘 整个通通通 我就是来吃购本的 这还是有啦 不过吃这种东西里面还是要太够优雅 而这个老先生里面他很会喝酒 因为你从什么地方看出他巴兰蒂 他在讲的东西 因为他的杯口 喝酒的杯口上面是小的 那个是巴兰蒂的 外国人那么多讲究 我们大部分就是一个杯子 什么酒都喝啦 葡萄酒也倒这个 威士忌也倒这个 那个酒也倒这个 其实他们分得非常仔细的 葡萄酒 葡萄酒杯 威士忌有威士忌的杯子 然后那个 那个 那个 百安地有百安地的酒杯 百安地还要温杯嘛 各位知道那个 杯口很小 肚子大大的圆圆的 那个其实就是他们喝的一定是百安地 所以你看百安地 百安地晚上的时候 那是大部分都是饭后酒 那个是饭后的时候喝一杯 然后你要喝的时候还要咬 用手心里面去温热它 那这样它的那个韵味里面才会出来 那就是喝酒 比如说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谁 这个教授里面实际上是很懂得生活享受的 懂得生活享受 不过有趣的就是说 他去买烟的时候 去那个买烟那一场 所以我觉得很逗 他说你替我买烟好了 因为那个女的一定是 每一次都讲那一句话 你还要需要什么吗 其实你到那个7-11好像也会这样子 是吧 他一定会这样讲 人家是口头惨 可是这个人就很有变化性 教授就没有变化性 你会问我这样的话 我就抢先 抢先里面抢先一步 让你打不出那一句话来 我先买一包 然后你还要问我自己 哦 那买两包好了 你就不会再问我说 你还要这什么吗 那就太过分 所以你看他没有 可是他买完烟以后 第二个他最后一个来白队的那个 你还需要什么 照样嘛 因为他是习惯 所以你看 这个变化就很厉害 我觉得他这样的一种变化 这两个人的性格上面 做的很详细的一种分裂 但是这两个人是有截然不同的一种 从生命观点 当他们两个碰碰在一起的时候 就会爆出完全不一样的一种火花 不一样的火花 个人有个人的一种命运 要不想像那个教授说 他知道他要抢劫嘛 他说你要不要讲 他说你其实已经知道了不是吗 好 大家都已经心知肚明 而且你明天也要 他也知道他要去开心手术 那去开心手术 其实教授里面为什么他想说 我毕竟不要去开心 我来去抢劫 他最后被枪打死 他不是一样死 其实他心中里面 还是有很多的恐惧 因为开心手术不见得 是那么容易成功的 如果会活下来 其实都还是还蛮幸运的 手术谁能够去 突然之间 突然之间 他大概就有一点想死 其实生命 有时候 你真的想活下去的话 或者旁边里面 家人对你都还不错 你都还有欲望 你要活下去 如果到最后的话 你不想活下去 除非他很执着 意思就是说 我这一生当中 赚了那么多钱 我要留着给别人享用 非得要把他光不可 要不然的话 他就一定会 想要走的话 其实是可以很容易走的 但是像这个教授里面 其实我就觉得 他有一点活得不太烦 真的有一点不太烦 那纵然 他的生命里面 由别人的一种目光里面来看 是非常完美的 非常完美的 他也有女人爱他 别人对他里面都是如此的爱戴 你到医院去的话 大大小小 在村 在这个小镇上面 没有一个人不认识你的 而且他的学问又好 他的学问又好 我们从哪个地方去看呢 你看他可以从一首诗当中里面 他说不是诗的本意啊 一首诗会朗诵会背诵 那不是那么最重要的东西 而是那背后的真的意义在什么地方 这个不简单 这个老师不简单 我们台湾几乎很少人也会 交到这样的一种地步 他去研究 他要你去把那一首诗背后的 那个作者的一种争议去传递出来 最终里面一定是会探索到 内人的心的问题 其实他都会探索 什么东西他都看得很清楚 我一看不清楚的是什么 自己 他自己 他就是看不清楚他自己嘛 人就是这样子 每个人几乎都是如此 纵然 你是什么样几家公司老板 他整个商业的一种所谓的调度什么 他其实都看得清楚的 但他永远看不清楚自己 有时候生意做那么大 所谓的心思全部放置在四海 哪个地方你都通通 五大洲通通跑遍 那请问 真正的目标在什么地方 其实偶尔里面我们要停下脚步 重新来自己看待 不管你是静的 一个动一个静 我们这几乎是可以用阴阳二分法里面 去形容这两个人 一个动一个静 那究竟是哪一个好 没有好没有坏 这个不应该是用这样的一种分法 但是问题是 这事实上里面普遍这样的一种现象 是存在的 这存在里面 有时候会带给我们新的思考 你到底是属于哪一样的人 或哪一样的人通通不是 那就是第三类 所以他说有两种人 有两种人一种 你为什么东西都是两套的 你为什么都要准备两个呢 这个就是他剧本写的非常棒的人 有一种所谓影射 扶增的一种所谓的转移 你看 你为什么牙膏也要两个 牙缩也要两个 他说最后买烟 他说你会买两个烟 我决定向你看起 我决定向你看起 这个就是他 生命已经慢慢转移到他的身上里面了 最后他把他的优点里面指出来 但是他没有他也说 你那种所谓的潇洒 你那种的话 你可以做得到 比如说你有刺青吗 其实他问他 他一直没有看到他那种刺青 但其实他是有刺青的 意思就是说 我这个教授如果可以刺青的话 我想想我全身刺一条龙怎么样 刺一个什么呢 像话吗 对不对 像话吗 可是前一次他就会想 他会想要刺青的话 那只是想象而已 但他在这一生当中里面 保证绝对不可能有刺青 绝对不可能有刺青 刺青有什么好 刺青是日本的刺文化里面延展的 到目前来讲 都是年轻的时候他们所展现的东西 我曾经写过一个剧本 这一个老人刺青到他年纪很大的时候 你知道他刺青变什么 我马写成说 他原本年轻的时候 那个体格 那个肌肉都很健壮 所以他刺了一只老虎 最后老的时候 我也蹲下来像一只猫 当然觉得那个很cute啊 都很有趣啊 那其实那是真正的 那是在 发生在那个什么 发生在那个 很大一电视台里面的事情 一个真实的一种故事 所以生命里面没有任何的一个 生命里面是绝对的完美 也没有一个生命是绝对的 一种所谓的失落 这多看自己怎么样去 由自心里面去看待这个世界 那这样的话 生命里面的一种交错 不管跟谁去交错里面 相互之间里面都会相互熏染 从对方里面的一些优缺点 我们可以看清楚以后 我们可以从中里面去获得更多的 一种生命上的一种信息 好 我先讲到这个地方 必须要各位对这个影片 有没有一些看法 愿意跟大家分享的 不要客气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